如果感謝我們台南市市民 台力支持 不僅是讓親戚高評動算總統 22月館市裡面台南市親戚拿到最高評以外 立委、六席都動算 很感謝大家 每一年是親戚當總統之後 我所編的第一年的議帳 我將他增加100多億 所以每年的地帳議帳是500多億喔 500多億 我們沒有這樣做不可以啦 因為氣候變遷太嚴重了 人民生命的財產安全 這最重要 所以請大家回來我們台南 把我們各位福樂鄉親士大報告 就是說請大家繼續在水 讓我們台南和全台灣都可以越來越安全 面對氣候變遷 總統賴清德今天上午 到台南市中西區的守廟天台 以及下大道梁皇宮接牌祈福 這也是賴總統上任後首度回到本命區贈別 由於這裡也是賴總統政治發跡的起點 過去也在這裡擔任立委之後台南市長 也因此受到鄉親的熱烈歡迎 而賴總統也對台南鄉親在總統大選中對他的支持表達感謝 一起來聽 感謝我們台南市市民台力支持 不僅是讓清德高評動算總統 20月的官司裡面 台南市清德拿到最高評以外 立委、六席都動算 很感謝大家 很感謝大家 每年是清德加丹晉總統之後 所變的第一年的醫生 我將他增加一百幾億 所以每年的地水醫生是五百幾億 五百幾億 我們沒有這樣做不可以 因為氣候變遷太嚴重了 人民生命 財產安全 這最重要 所以清德回到台南 把我們各位福祉鄉親士大報告 就是說清德會繼續地水 讓我們台南 讓全台灣都可以越來越安全 面對氣候變遷 另外包含台南的立委林俊憲 王電宇 陳廷菲等人 也都跟賴總統一起出席 由於他們都被點名參選下一屆的台南市長 先前林俊憲跟陳廷菲 還隔空對嗆火藥味農 另外日前綠營也發出 林俊憲跟賴清德的聯名文宣圖片 兩人同荒召在市長競爭的激烈局勢下 被認為有宣示意義 也因此今天三人的互動 格外備受關注 我們一切都是尊重賴清德主席 因為賴清德主席 連續兩次在中常會講的時候 我也在臉書說了 先階段希望所有的同事 就不要再拿我們賴主席的看板 然後到處對外宣傳 因為主席已經說了 他不再談論2026的市長 因為太早了 所以我想他已經表達得非常清楚 在於整個市長局的部分 他就是不參與 所以在這個前提之下 我相信在中常會 從第一次的中常會 到第二次的中常會 還要求發言人要對外說明 我相信他已經態度非常清楚 所以主席在這一場的市長選舉當中 他就是一個非常公開 而且他就是供奉財 甚至現階段就是不適宜談任何市長的選舉 所以有拿他看板的人 我相信大家都很知道 呼之欲出說主席的態度很清楚 基本上要求大家就是不談2026 所以也沒有什麼樣他的態度問題 賴總統就是賴清德主席在中常會 他講的是全國 他是說現階段來講民進黨優先處理的 應該是執政遇到的一些問題 那至於選舉 甚至是黨內出選 大家就 比如說比較低調啦 例如像壓軸滑水 就是說不必要在這個時間點 就讓外界以為民主黨 民主黨現在的出選又開始了 就要準備打下一黨選舉 所以他是希望 旅員在這方面 是不是大家就可以用比較 比較潛水式的方式來進行 柯文哲他說要請 他進到剛剛來訪訪 他請開會計師公會 結果開會計師公會的執政長是關木正 他整理是繞了一邊 那你對這個看法要怎麼樣 第一個 這個柯文哲的政治現金 這個爛賬假賬 他現在全部都推給關木正 可能是會計師的選者很小 所以他現在找不到會計師幫他背書了 那竟然民眾黨說要找台北市會計師公會 但台北市會計師公會的 會計審計委員會的執政長是端木正 這個好像有一點像漁文循環一樣 如果台北市會計師公會看完以後 那不管報告如果 蓋章出來的又是個文字 這不是很好笑 很懂事嗎 我就建議柯文哲 也許有一個人你可以求他去幫忙 這是國民黨的黨主席 黨主席 朱利潤他還是學外聽 去找朱利潤幫忙 去找朱利潤 Narr傳 去找朱利潤 監開紅 要自身 諸 slime 感谢观看